第813节 新月的心也终于落了地了 由长孙这道护身服务 云木就彻底的自由了 长孙插在他头上的是飞凤簪子 不是连心簪子 预示着这个孩子将活得无忧无虑 那日木躲在帷幕后面 不知不觉间泪流满面 云也不知道何时出现在他的身后 陪着他一起暗中祝福自己的女儿 春天很快就过去了 无舍给云叶带来一个好消息 无色的儿子竟然挣扎着活过了春天 精神甚至越来越健忘了 虽然他的外表还是一无既往的苍老 枯瘦的脸上已经有了光泽 就像春雨后的树叶 或者这就是生机 政务永远是枯燥的 海陵县的群山里出现了战山为王的盗贼 扬州刺史想动用府兵 而且在奏折里说 最好将这些强盗彻底的杀死 以绝后患 云也毫不犹豫的在转给自己的文书上 下达了准许动用府兵千人 但是出动的却不是扬州府兵 而是相邻的楚州府兵 但是这些人必须要尽可能的生擒活捉 原因就是那些盗贼是潜伏兵 还是从高力撤回来的人 经历过生死磨难的人 见识过太多的杀戮和死亡 所以会非常的珍惜自己的生命 怎么可能会做出这样自取灭亡的事情呢 还有谁会比他们更清楚朝廷大军是如何的恐怖呢 在大唐军力最盛的时候造反 实际上就等于自杀 云也很有兴趣知道 是什么原因让这些老兵起了战山为王的想法 公文上说 这百十个人在高力执意四年 乃是穷凶极恶的盗匪 杀死了当地著名的大户 抢走了富人庶民 一度意图攻击海陵县 以图立足 结果被县令和当地相身 合力击退 最后无奈之下 退入孤山自保 云也拿来地图之后 看了一眼海陵县的地图 一拳就砸在案子上 海陵县一马平穿 境内多湖泊多沼泽 就是没有山 最近的山都在近江 屁大点的一座山头 那里是藏人的地方吗 如果说前面呢 还只是怀疑 现在就已经确定了 这些人是被逼反的 百战老兵的军事素养 哪里去了 进沼泽 进湖泊 那也比守在一个土堆上 抢百倍呀 这是在等着别人来剿灭的姿态呀 给我请连城侯 张检 云也将散落在地上的地图 捡起来 重新放在案子上 朝蓄力吩咐一声 就坐在案子后面 等候张检 这些人都是他的部下 看看他怎么说 不大会儿功夫啊 张检笑呵呵的走了进来 冲着云也拱手道 不气兄 好久不见哪 别说这些闲话 咱们将门不兴这个 喊我云也就好 你来看看这封奏折 再看看这张地图 有什么打算 告诉我 张检疑惑的凑过来 他不明白 云也为何会让他看兵部的奏折 虽然他也挂着兵部上书衔 但却是在互不行走 按理说呢 不能插手兵部的事宜 当他看完奏折 脸就黑了 又匆匆的在地图上瞄了一眼 整个脸就变成了紫色 辽东一战 能跟随他坚持四年的老兵 不到一万人 这就有百十号人出事 作为大将军 他对剩下来的将士 是有承诺的 让他如何不惊怒交加呀 不等张检开口 云也就把自己批复的文书 拿给张检看 张检看了之后 脸色总算是变得好了一些了 一拱手道 云侯后裔 张某感激直至 这就让副将去海陵县 将造反之人 悉数擒货 压制京师 听后陛下发落 云也点点头 然后就让叙利 将公文封了火器 三百里加急送往楚州 他相信张检一定能赶在楚州 辅兵到达海陵县之前 招降救部 柔柔自己的太阳穴叹了口气 天下一太平 立刻就会出现文武之争 如果没有举世公堂这回事 文官们可能早就取得了胜利了 一路节度时 没有裁权和地方管制权 只能带着军队 窝在军营里带兵 权势大不如前 获得尊敬呢 也越来越少 这就是李二在有意识的推动 可以说这是天下大事 谁也改变不了 云也叹息一声 自己一个武将 当兵部尚书 恐怕也是和自己 文不文武不武的表现有关 杜如悔已经彻底的不问正事了 每日里出没于薰贵之家 到处逃换各种金石玉器 剩下的时间 就钻进玉山书院 埋首于图书馆之中 两耳不闻窗外事 字号 无视山人 据说房玄陵对杜如悔 现在的生活是极为羡慕 三番两次想要退隐 都为李二所惧 无奈之下 只能继续在中书省 被文山惠海所淹没 苦中作乐的自称为文牛 云夜的到来 让房玄陵极为愉快 身为首相 虽说尊贵无比呢 劳心劳力 却无论如何是逃不掉的 能有片刻的偷闲 也是一件大乐事 东海啊 有一种鱼 叫做光花鱼 这种鱼呢 有一种特性 那就是会唱歌 出听之时 宛如悠扬的琴声 细听 却又像有人在吹口哨 如果你不小心 打断了黄花鱼的演奏 他们就会发出猫叫的声音 如果你继续打扰黄花鱼唱歌呢 他们的歌声 就会变成 咔嚓咔嚓的气齿之音 非常的神奇 云叶喝了一口热茶 开始给房玄灵 讲奇闻异事 老头子最近呢 就喜欢听这个 贞观初年 大唐的无敌汉将云叶 远征南海 辽足而还 不幸遇到龙溪水 当时天地倒悬 水龙冲天 万斤重鱼 被水龙擒上半空 即为末世之灾 云叶不负汉将之名 自负于桅杆之上 呼喝指挥舰队躲避 舰队在水龙的空隙里 艰难航行 海水倒灌于船上 风帆也去了青天 幸赖云叶只会得当 舰队随安 只是汉将云叶 却被一只黄花鱼击昏 一跃不能见人 比黄花鱼就是此黄花鱼 他在结婚你之前 给你唱歌了 黄玄灵从来都是这样的 仗着自己的记忆力惊人 朝堂上发生的大小事情 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这就是他混饭吃的本钱 但是这样恶毒的接人短 就太过了吧 方向 我是在打比喻 黄花鱼唱歌 那确有其事啊 您为何要顾左右而言他呢 云侯被黄花鱼击昏 也是确有其事啊 老夫也是在回答你的比喻 至于黄花鱼唱歌的故事 老夫就笑纳了 知否 老夫最近呢 打算写书 不写正史 不算经文 不辨古言 也不论朝政 一心收集天下间的奇闻怪论 编窜成策 不仁一笑足矣 谁有功夫和你讨论 东风压倒西风 还是西风压倒东风的事情 与老夫何干啊 房玄灵说完就捧腹大笑 确实不愧老狐狸之谜 百十个君族的事情 自然会有人去清理门户 你不是已经办好了吗 多说无意 还是陪老夫手谈你去 云叶听房玄灵这么说 拔腿就走 这家伙呀 是个臭骑篓子 偏偏还能赢得了自己 只要见到老家伙 必定被他拉扯到棋盘上 受虐一番 今天呢 从他这里是得不到准信的 还是趁早走 不给他虐待自己的机会 回到兵部 云叶就发现 自己不如陪着房玄灵下棋呢 两位侍郎拿来了厚厚的一碟账本 据说呢 这是去年积攒下来的伙食尾子 问尚书大人如何处置 所谓的伙食尾子 那就是大家吃官饭剩下的结余 云叶翻开账本 直接就看到了最后的余额 当他发现最后的余额 只有186个银币的时候 就彻底的爆发了 兵部上下600余号吃官饭的 吃了整整一年 才剩下一百多个银币 不是因为嫌钱少 而是因为啊 就这点钱 你也要麻烦自己啊 分掉吧 这每个人分掉不到半个银币 说出去呢 都不够丢人钱的 拿去给我买个好点的鱼竿送过来 我打算去钓鱼 公堂私用恐怕不好吧 段虎黑着一张死人脸 他家的人呢 全是这德行 穷酸惯了 那就给你买个鱼竿 钓鱼行不行啊 刚刚在自己的上官那里受了气了 凭什么不能对自己的下官发发脾气呢 段家的人手上 没有沾过一文的公堂便宜 莫非这是云侯你的习惯 皇帝把段虎弄成兵部左侍郎 根本就是在和云叶过不去 云叶的性子过于活泛 所以他觉得有必要派一个死板点的和云叶啊 中和一下 到了现在呢 云叶才发现这家伙不是死板呢 那纯粹就是一根木头 还是一根没有窟窿的铁木 云叶低头重新看了一眼钱树 又拿出账本 看了一下兵部的总人数 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 那就是钱树除以人数 无论如何也除不进 最后呢 总是有剩余 段虎这家伙行军打仗 或者是没问题 但是牵扯到数字的计算 那就是一大笔的糊涂账啊 他只能在军中当将军 这些钱你来分 记得每个人都不能少 既然是大家的钱 那就每个人都分点 每个人不许多也不许少 也不得有剩余 这事就交给你最放心了 刚刚把事情安排好 李承前就走了进来 拿起账本看了一眼 就对云叶说 别欺负老实人了 老段心也实在 你让他把最后剩下的钱 怎么办呢 老段家的人死心眼 完不成军令 他会抹脖子 这样的玩笑 不要和他开了 说完就从口袋里掏出一枚银币 递给段虎 说这是太子赏赐的 加进去年的账策里 段虎没有接太子的那一枚银币 瞅着云叶说 老段虽然瘀 但是这点钱还是会分的 云叶很想看看段虎怎么分钱 谁想到段虎转身就把账本摔给了兵部右侍郎老廖 把刚才云叶对他说的话呢 又重复了一遍 这才回头看着云叶冷笑 李承贤笑得不成了 拖着脸色很难看的云叶出了兵部的大门 就直奔东宫 只是一墙之隔 就很快到了他家 还没坐定呢 就听李承贤大笑着说 哈哈出大事了 大事有好事和坏事之分 大部分时间他代表的都是坏事 但是李承贤大笑着说有大事发生 至少说明这件事对他是非常有利的 李承贤说完这句话就闭嘴卖关子 慢条思理的喝茶 想让云叶自己猜 这对他来说呀 那就是一种享受 作为兵部尚书 云叶知道的消息呀 那应该要比李承贤多才是 如果是正事 或许还有可能 如果是军事 那无论如何都绕不过自己这个兵部尚书才对 海灵县的造反 只是小事啊 还达不到让李承贤说成大事的程度 王玄策 李承贤见云叶百思不得其解 就提示了三个字 听到这个名字 王玄策这些年干的事情 就一桩桩一样样的浮现在眼前 他不但是大唐的骄傲 也是玉山书院的交往 一人灭一国这样的传奇故事 那就是王玄策演绎出来的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 摩羯陀国国王 戒日王 继玄奘访问该国之后 质疏朝廷 李二命云齐都尉梁淮靖回报 戒日王前使随之来中国 贞观十七年三月 李二派行魏魏四成 李毅表为正使 王玄策为副使 伴随印度使节招聘 贞观十九年正月 到达摩羯陀国的王舍城 四年回国 贞观二十年 王玄策又作为正使 与副使蒋诗人出使印度 王玄策多年以来 一直是在礼部研究大唐和吐蕃的关系 结果他发现 相比大唐对吐蕃的影响 天竺物似乎对吐蕃的影响更大 所以他就把兴趣 转移到了天竺这个国家身上 多次与玄奘大师 请教天竺的风土人情 积累了非常深厚的学识 并且学会了繁语 就因为他会繁语 所以才年纪轻轻的 就成为我大唐的外交副使 这一次他们再次去了戒日王的领地 结果戒日王死了 新的王扣押了他们 王玄策单计逃脱 找已经存服大唐的松赞干部 借了三千兵吗 灭掉了那个国家 寻获了他们的王 当然这点战绩还拿不到台面上说 李承前把话说到这里 再一次停顿了下来 疑惑的看着云叶问道 爷子 你老实告诉我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长生之法吗 云叶不明白 王玄策怎么就和长生不老扯上关系了 最近李二总是问自己关于玉牌的事情 自己被他问的是烦不胜烦 让吴蛇带着玉牌进宫 去给李二讲授强身之道去了 难道说吴蛇把玉牌的能力吹嘘的太厉害 给黄家人一个错觉 有强身健体之法 没有长生不老之道 绝对没有 凡是有谁说自己能够长生不老的 你立刻就砍了他的脑袋 绝对不会杀错人 这个人呢 实成实的是个骗子 听到云叶这么说呢 李承前似乎松了一口气 小声的对云叶说 我说的大事啊 就是这个 王玄策从戒日王的领土上 带回了一个藩僧 据说已经活了两百多年 是真正的两百多年 不是按照甲子日算的两百年 老和尚自称研究长生不老之术 就研究了两百年 不但能够让人长生不老 甚至有可能白日飞生 我今天看到过老家伙了 面貌旗鼓无比 宝相庄严 行动坐卧皆有法度 交谈了几句 老僧对孔雀明王法门极为熟悉 甚至有很多奇妙的解释 就连玄奘大师都感觉到钦佩 我父皇母后为此特意摘谢墨语七天 准备听圣僧讲经 从今日子时就开始了 听说不单单是讲经 圣僧还会为我父皇母后施法 我就是心生疑惑呀 所以才问你向你求证一下 为何我一点风声都没有听到啊 云叶震惊的问李承前 我父皇说你其实不信鬼神 不信佛道 他就是想听听佛经 看看大和尚的法门 不想听你的诡辩之术 所以不许我和秦雪告诉你 既然你说没有这回事 那我也就放心了 云叶的脸色苍白的厉害 他终于想起这个藩僧了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李二就是把性命交代在这个藩僧的手里的 人到了紧张的时候 脑子就会变得非常好使 他甚至能够想起这个藩僧的名字 罗尔索婆 没错 就该是这个名字 这是一个注定要出现唐史上的外国人名字 之所以能够出现 唯一的原因就是 他用长生不老药活活的把李二给毒死了 想到这些云叶的手不由自主的颤抖起来 连着抓了两下茶杯 都没有把茶杯抓起来 李承前发现了云叶的不对劲 也变得紧张起来 难道说这个藩僧真的有什么过人之处 呼唤了云叶两声 才将他从恍惚的境地里拉出来 云叶在脸上勉强堆了一个笑脸 打了两句哈哈 就朝李承前拱手告辞离开 李承前站在郎柱下 脸色阴晴不定 攥紧的手松了之后张开 张开之后又攥紧 似乎在下什么难以下定的决心 当他的目光接触到庭院里的千年古百 神情变得漠然起来 背着手走进了大殿 决心已下就用不着多想了 世道临头虚放胆 这是自己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 云叶心事重重 没有回兵部 直接去了皇宫 却在内宫被阻拦了 侍卫说皇帝正在听高僧讲经 今明两日任何人都不见 而且特意著名 不见云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